Hello大家好我是William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即上次Vlog说 下期Vegas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其实四月底的Vegas我们是去了 牌呢也打了 但因为大部分牌局都在Aurea 因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呢 MGM旗下的赌场 现在也是禁止了Vlog的一些拍摄行为 我们呢也是没能露到素材 所以这一期还是以西雅图本地的素材为主 略底我们还是会去Vegas 那这次吸取经验 就只要去Win打一些12职的牌局 希望在那边到时候可以露到足够多的素材 那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牌局吧 那这手牌是作家第一手牌 小玩味拿到3-3 以露7牌到Cutoff 它Raze到60 Button跟注 首先这只第一手牌 加上Cutoff这个位置 它的加注并不能代表任何牌力 其次Button这名玩家呢 我们也多次交手 因为我们牌桌形象实在是不好 所以它已经很多次 用A-high甚至K-high抓过我们的Blob 它既然能跟注呢 这说明多少也有点东西 它不多 我还是希望能把它隔离出来 打一个单挑抵持 何况翻牌后我们也没位置 这我是加注到360 Cutoff秒7之后呢 行动回到Button 它有一挺长时间之后 还是选择跟注 估计这会儿脑海里全都是想着 之前K-high抓炸的场景 单挑抵持 翻牌247彩虹面 对于3-3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面了 但是对于这个固定对手来说呢 其实只要不出A不出K 我们手里AA-33 其实一律可以当A打 所以在这儿我继续打了300 它这次跟注时间明显就更长了 如果是5566这种中间对子 或者是A4-45 应该不至于这么犹豫 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一些两高章的范围 由于之后呢 选择跟注一起看转牌 转牌黑刀7 整个牌足里可能没有比7更好的牌了 首先减少了一些 它有一些A7中顶对的组合 其次同理呢 也减少了我们有7的组合 所以在A-high的眼里 如果翻牌它觉得它是好的话 那这张转牌也没有任何改变 它应该还是会继续选择跟注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打300 对方也没怎么思考吧 就继续选择跟注 合牌无光彰 草花9 既然判断对方是两高章的 那我们在这还是延续下注300 对方说了一句nice hand之后 还是跟注了 那修之手牌之后 我们是大了 应该也是形象立功了 加上做下第一手牌 更加重了对方的怀疑 所以我们用一个小手队吧 赢下今天一个 第一个还不错的底池 第二手牌 我们在Button拿到A勾杂色 Hijack Limp Cut Off Limp 我们这肯定要Race 因为人比较多 我在这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尺寸 Race打到125 结果两家都跟注 有力位置 三人底持 翻牌很好 三 七 勾 前位过牌 我打了一个接近满持250 选这个尺寸有两点 第一呢 是这个Hijack玩家 是整张桌相对比较紧弱的 能靠住我翻前这么大尺度的Race 我觉得它肯定是有点东西 如果有些78 88 99 甚至10勾 圈勾这样的牌 我们还是有很多价值可以拿 这个玩家 我从来没见过他Bluff 但是他中牌之后呢 手会抖 所以我们打完这个250之后 没干别的 就一直在盯着他看 另一个呢 是希望隔离一下Cutoff 还是想跟他打一个单挑底持 Hijack没怎么犹豫 拿出了跟注的筹码 根据抖动幅度呢 我觉得他应该至少是有一张勾的 Cutoff七牌 Turn方片5 46倒顺 但我不觉得这个对手 会拿46 靠我们翻前6倍的加注 所以延续下注300 对方稍作犹豫呢 还是跟注 合牌扫花8 90在这时倒顺了 我虽然不认为对手有这手牌啊 但是如果之前不信我的88 78 也都反超我了 所以对方check之后呢 我也是checkback 结果对方秀出了一首勾巴黑桃 我们也是被River了 输掉了这个地池 输掉上手牌之后 紧接着第三手牌 我们在中卫拿到AK杂色 因为对面两个人 还在一直聊 狗巴River那手牌啊 给我弄的也是有点烦 所以preflop也没录上 我在中卫Limp CutoffOpen60 我300到275 7牌回到Cutoff 他也是没怎么思考啊 就选择跟注 翻牌 10 5 7 两方片 那我们手里是有一张方片啊 后续出了方片的话 故事要讲全 所以在这下注300 对方跟注 Turn了一条6 这张牌明显更击中对方的范围啊 但我还是延续下注了300 对方Raze到600 我选择跟注 合牌方片3 花是到了 我下注300 对方没怎么思考啊 选择跟注 然后秀出了89草花 那么他Turn就到顺了 这总结一下我们犯的错误吧 AK首先前卫Limp Flop不是自己的面呢 零打下注 这一点倒是还好 因为我们自己有一张 有一张方片 但是被对方尻住 且Turn6 明显更击中对方范围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强行延续下注 被Raze回来之后呢 也没弃牌 合牌在明知 对方没有弃牌率的情况下呢 还要主动去Bluff 因为我主动造大抵持 这个行动线呢 导致的结果就是 即使出了花 在300这个CAP面前呢 对方Turn能Raze我的牌里 是没有任何起牌率的 一句话总结呢 就是这手牌 基本上每条街 都选择了最差的行动线 之所以把这个牌放上来呢 也是为了警示自己吧 有时候在牌桌上 说到做到 真的是很难 虽然两手牌都是独立的 但想要完全做到 不配之前的结果左右 不上头不瞎打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上头的代价 也摆在这很明显了 上头输的钱呢 需要很多后续的时间 跟精力才能赢回来 所以也是把这手 打得稀烂的牌 拿出来 放在这时刻提醒自己吧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手牌 第四手牌 也是今天最有趣的一手牌了 行动线是这样的 牵口加1Raze到60 Cut up 平靠 Button选择加注到250 我们在牵口Strad away 拿到七八方片 对于这种Suti Connector 我是有一定几率的 300的甚至400的 来平衡一下 自己超强牌的范围 而且我们没有位置 还是想尽量进入一个 单挑底持打翻后 所以在这儿 我们四败打到550 结果三家尻住 四人一起看翻牌 翻牌来了 2 10 6 2红桃 对于七八这手牌来说呢 这个四败底持来说 已经是非常好的翻牌了 因为我们这里 三个对手 后手已经不是很多了 所以我们既然看到这个面呢 也是没有气牌率了 我们在这儿打出300之后呢 左手边枪口加一玩家秒靠 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短码 靠着我们翻前400之后呢 后手也就剩不到1000了 但没想到的是 这只有Cutoff玩家 Raze到600 它这儿固然是有一些 实时的范围 但是面对这个加注呢 我是不可能一枪气牌的 好在它Raze之后呢 Button也是推出了 自己的全部筹码 那我跟枪口加一补齐 四加继续看转牌 结果Turn简直完美啊 一张草花9 我们是击中了这个 很隐蔽的NAS的同时呢 对方如果有一些10 10 99 甚至超队的组合 这里也是没有气牌率了 所以我们延续下注300 这时候枪口加一 还剩不到200了 所以它也是推出自己 全部筹码 更爽的是 我们在这儿居然遭到了 Cutoff的再次加注 那我们也是把其他三家打光 一起看合牌 合牌无关章 方片4 我们也是售出NAS 后续四加陆续 全部售出自己首牌啊 枪口加一呢 是A10 买NAS花 Cutoff Turn中了SET99 Button呢 是KK 那我们也是来一起看一下胜率吧 其实preflop 我们的胜率不到17%啊 但是翻牌 就只剩下可怜的8%了 即使Turn中NAS的情况呢 其实也只有60%的胜率 River需要避开的牌还是有很多啊 所以这手牌之后呢 我们也是赶紧考到核冠啊 下一手牌 我们在枪口加一拿到88 Open到60 一路弃牌到小芒 他想了一下 加注到205 弃牌回到我们 这名玩家是牌桌上相对比较紧弱的 他能300的牌呢 无非就是很顶端那几手 我们在这儿是没有必要用88再次回去了 靠住看翻牌 翻牌非常理想啊 A83 两草花 对方延续下注三分之一持125 我们在这儿没必要慢打 在有cap的情况下呢 每条街的价值都尽量不要错失 这里如果对面是KK圈圈这种牌的话 那Turn也不会再打了 但是如果对面有AK A圈 那我们是可以三条街拿满的 所以在这儿我直接加注到425 这里除了set 两队这样的强承牌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56 KX草花 买花顺的听牌 也会走这个行动线 结果对方一下就显得很难受 一直在说他付不掉这手牌 那这里他基本就是名牌AK在打了 思考一阵之后呢 对面还是选择跟注 Turn方片5 这里如果是买花呢 我们也不会停枪了 所以延续下注300 对方跟注 River无关张 红桃10 那这里是之前说的56草花 KX草花 这种后门买花顺的牌全都破产了 所以再次下注300呢 对方也是秒靠 我们售出set是大了 结果对方果然亮出了AK 按照他的打法呢 即使我们慢打 在连续靠住Flop跟Turn之后 他可能也不会再打了 所以我们也是尽量拿到了该拿的价值吧 OK 下一手牌 这手牌行动线是这样的 Hijack open到60 Button平靠 我在小盲卫拿了24黑桃 300到360 要说一下 这个地方我不是故意搞事情 我们这桌严格来说呢 是个private game 除了正常游戏之外呢 有两个附加规则 第一个是小盲卫每赢一手牌 所有玩家都要给50刀的bounty 而如果小盲卫用戴2的手牌赢下底池呢 这个奖励翻倍 变成每人100刀 所以这个规则下 我们这个24黑桃是非常漂亮的骑手牌啊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规则呢 小盲卫的open 300通常遇到的阻力也是最大的 没有人会在翻前轻松的起牌给你 果然啊 我们300之后 Hijack button都选择跟住 翻牌非常好 A 10 3 两黑桃 非常击中我们的范围 而且花顺双抽 在这我选择过牌 因为两个玩家防守我的范围里 也有一些A差牌 而且这个button玩家 也就是组局的人 在小盲规则下呢 我发现他拿AAKK 慢打 蹲小盲bluff 拿价值的概率格外高 而且他在这儿没有犹豫啊 基本上选择秒靠open 然后又秒靠3P 绝对是有强成牌的 我们没必要在这儿强行演一首Nuts 就平靠买花顺就可以 果然啊 我们在这儿过牌之后呢 Hijack也选择过牌 但是button零打300刀出来 换成别人呢 这个行动线可能会有一点不合理 但是放在他这儿 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preflop trapping 然后拿小盲的bluff价值的 一个行动线 只不过我们这次也是真有牌啊 如果button是别人的话 换在这儿 我们是有一定概率的check race 但是在我们范围里面 本来就是有AA AK 实时这样的组合 但在他这儿呢 我们仅仅选择跟注 在我们跟注后 Hijack也选择跟注 Hijack这个跟注呢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我认为button慢打AA的可能性了 Turn黑桃9 我们也是击中了自己的童话 在这儿我们还是选择过牌 不论button是真有牌 还是在bluff 我们还是把舞台交还给他 那在Hijack过牌之后呢 Button也是没有顾及这个画面 照例下注300 我们也是选择跟注 希望把Hijack一起也带进来 结果Hijack还是考虑一下之后呢 选择了气牌 Rever无关章 方片3 我们既然选择了一路check呢 那这里还是要过牌给button 他没怎么思考 就延续下注300 这里呢 我们是拿最小童话 Checkris跟跟注都可以吧 但我觉得他这条行动线下来呢 基本都是秒下注 很有可能是有大牌的 我们这个最小童话 吃到一个再加注呢 也是不可能缝牌 但是又很难受 所以想了一下呢 就仅仅选择跟注 果然啊 对面是秀出两张红色的A啊 一直在蹲小忙为bluff的价值 只不过这次呢 我们是刚好击中了这个童话 除了底池之外呢 也是顺利赢到了额外的700刀的帮体 下一手牌 枪口加一open到60 cut off平尻尻 我们在button看到K圈不同色 这里呢 自然要是一个300的隔离 因为底池人比较多 我也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尺寸 直接raise到360 结果大忙冷靠了这个300 枪口加一跟cut off也选择跟注 等于白忙活了 四个人一起看翻牌 翻牌倒是非常好 圈 95 彩虹面 前卫纷纷过牌到我 我们在这儿击中顶队 自然是要下注 我打了300 大忙弃牌 枪口加一跟注 cut off跟注 三人抵持进turn 转牌黑桃K 这张牌好也不好 好的呢 是我们击中了顶两队 但最明显的石钩呢 也是倒顺了 这里枪口加一 直接选择零打300出来 cut off气牌 这里呢 我感觉只有一张K的话 不至于dunk出来 如果raise吃到对方一个再加注呢 我又会比较难受 所以在这儿思考了一下呢 还是选择平跟 结果river非常帅 又发了一张拳 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希望 对方是真的有顺了 结果对方在这儿 直接选择了过牌 他这一过牌呢 大概率就是没有石钩了 我们选择下注300 对方也是秒跟注 然后说了一句 我肯定被你river了 那我们也是亮出手牌 跟对方说 其实你一直都落后 然后他也是修了一张K 然后选择盖牌 下一手牌 我们又是在小忙位 这次拿到了更好的起手牌 勾勾 一路气牌到button 就在我们以为 又可以白收这个350 bounty的时候呢 button是open到60 我们自然要选择一个300 加入到285 气牌回到button 他选择跟注 单挑地区 翻牌 5 6 10 对于GoGo来说呢 其实是个非常不错的面了 我们在这儿选择延续下注300 对方跟注 他这儿的跟注呢 可能是有10 也可能是买顺或者买花 Turn 黑桃3 本来我们以为是无关章啊 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选择下注300 结果没想到对面是Race到600 这张3呢只帮到一些带4的牌 但是我不觉得他在这儿有一些24 7 4这种牌 靠着我们翻前的300 但确实有一些side flop 慢打的组合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没什么别的选择 跟注看合牌 River方片8 本来以为8是无关章啊 因为像7 8 3 4这种flop买顺的牌呢都破产了 结果对方还是顺势 顺势推出了全部后手 我们在这儿感觉只输一些68 80 两对 但这种牌呢Turn又没有必要Race我 想了一下还是选择跟注 结果没想到对方是亮出了79不同色 等于他在Turn呢 这张3是帮他变成了一个两头卡顺 然后他借这张3bluff出来 River呢就买到了其中一张Gutter 我们也是输掉了这个地池 下一手牌 我们在后卫拿到K狗草花 因为枪口加1跟中卫都选择Limp 我在这儿是选择open到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尺度 100刀 Hijack Cutoff 选择跟注 其余人弃牌 三人低持 翻牌圈 3 3 我在不立位置选择过牌 Hijack过牌 Cutoff这个时候选择Dunk200 在这儿我觉得他牌力根本就不强 有圈的概率呢也不高 很可能是一些5566这种中间的对子 看我们过牌选择Dunk一枪 我们在这儿是尻住 但没有打算跟他开牌的 因为我们在这儿 所有的AA KK 甚至圈圈 也可以是这条行动线 后续出任何高张呢 我们都打算主动进攻了 Turn非常好 掉了一个红套A 我前卫还是过牌 他延续选择下注300 这就很不合理 出圈他打 出A也打 到底谁是翻前的Grasser 所以我们在这儿选择直接check race到600 对方也是秒气 我们也是偷下这个地池 下一手牌 前卫纷纷气牌 我们在中卫拿到GoGo Open到60 一路气牌回小芒 小芒想了一下呢 选择跟注 在这个小芒规则下呢 其实小芒的任何牌 都值得 靠进来看一眼翻牌 靠60 买个潜在350 甚至是如果手里有2的话 买个700的帮提值 非常划算的 翻牌A 8 2 两红桃 这里呢 我们是借着高张 直接打了一个满持125 小芒选择 靠住 那在这儿呢 对方虽然不一定有A 但如果对方有2的话 三枪的价值 我们是可以吃满的 因为对方如果有2的话 是不会选择轻易气牌的 结果转牌 该来不来 又掉一个2 小芒继续过牌给我 虽然这张2是大大减少了 它有2的可能性 但这是一张明显对小芒 为更有利的牌 而且不管小芒 位置是有A 还是有2 延续下注都没有意义 我们也是稳妥起见 选择过牌 合牌非常好 黑桃勾 我们是击中了Bolt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非常希望 小芒真的有一张2了 甚至于一个A2的Fullhouse 那这个时候呢 小芒也是选择0打出来300 这个0打感觉 牌力就非常强了 至少在展示 有一张2的牌力 那我们也是稍作思考 加注到600 对方几乎也是 没怎么思考 就选择跟注 然后说自己真的有2 我们也是成功 收择GoGoRiver的对手 不仅赢下底池呢 也避免要交额外的 100刀惩罚给他的2 来看今天最后一手牌 中卫open到60 小芒跟注 我们在大芒拿到K时草花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300的隔离 但是中卫加注这个玩家呢 是牌桌上相对比较紧的 很少拿一些边缘牌做加入这个动作 即使是苏理结构牌 一般也只是limp 所以我们在这也是保守起见 选择紧紧跟注 翻牌2 5 6 彩虹面 本来呢这是一个更适合翻牌线跟注者的面 但由于2这个特殊规则呢 变成了更适合小芒的面 所以小芒也是知道这一点啊 借着这张2呢 直接一个超池下注300 我们这边后续其实没什么发展 但感觉也不能一千就弃牌 因为我还是担心中卫这名玩家 一旦两个张miss呢 就选择不抵抗了 所以我们也是选择跟注 中卫玩家果然是选择弃牌 突然又出一张6 这个6呢倒是让小芒放 小芒放慢了一些节奏 选择过牌 那我们在这儿也是没有必要 拿KH1 bluff check一起看合牌 结果合牌非常帅一张方片5 那即使小芒翻前 用一些带2的结构牌 24 23 甚至27这种牌阶来搞事情 那现在也都被counterfeited 那这个时候小芒继续0打250出来 就没有太多说服力了 我们也是没怎么做思考吧 就选择跟注 结果对面秀出27红桃 我们也是防守成功 再次避免了额外交100刀的罚款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手牌分享了 我们是买入了3500刀 最后cash out12475 也是一个水上的session 那再次感谢注意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祝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